subscribe now and press the bell like it never miss an update 这里是无修室的中国今天播报一个话消息 恩资再次遇到灰灾 7月25日到7月 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达到286毫米 长阳线达到354.7毫米 直到11点40分 城区广润河超警戒水位3.64米 画面受灾死亡两人失踪三年 啊 情况不多说直接看片 在夏季的时候平常都 比较的干涸因为受天气炎热的情况 然而就在昨晚一夜之间 瞬间成了江的海洋 这里是网红桥平时晚上 会有很多行人在这里云的休闲 如今都已经全部覆盖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游的情况 上游的地方 还有这边的那个 桥都已经被冲垮了 本想带您大家去最上游去看一下那个受灾情况 和水位的情况但是呢 这里的特警啊 这里的特警已经把上面的路段给拦住了 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了 给大家拍一下广润河最深的 情况 因为由于路面已经被拦住了 所以说我们就上不去了 我的天也听到那个风雨敲着看 这还好点 不见就真的 不见便宜 有 不见atten 老滚 独白 感谢您的观看